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件商 所以它一层的房子价位其实也不是很便宜 那挑高基本上是11个fit 然后再往这边走 这边是一个戴洗手间的套间 这边是它的洗手间 这边这一面是一个墙 然后里面其实是车库 它只是现在改成了办公室而已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个旁边呢 还有一个卧室 其实这是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的一个构造 你看它这个卧室的面积比较小 因为你看放了这么一个小婴儿床 也显得卧室不大 这可能就是它的缺点 因为它总体面积确实是小一些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 是另外一个卧室和洗衣房的位置 这边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是一个套间 它带着独立的自己的洗手间 这个房子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五脏俱全 连这个书房都有 这个书房如果您实在是想改成卧室 其实也是可以的 面积还是不错的 然后再往里走 就到了它的客厅和厨房的位置 倒台非常大 客厅的窗户也很大 比较高端的一层都必须要具备的几个特点 都是有的 然后呢在旁边是一个主餐厅 其实这房子就一个餐厅 主餐厅早餐厅都在这边了 继续往里走 就是这个房子的客厅 再往里走 就是来到了主卧的位置 主卧有弧形的大飘窗 然后主卧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现在看到的这个床是一个king的床 然后到主卧洗手间 很多的这个空间和位置 都留给了主卧和主卧洗手间 这边是淋浴间 然后旁边是一个马桶间 这样没够造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小一层的房子 如果您对这样的小一层感兴趣 就请联系直几修顿地层团队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的位置 是在Richmond的这样一个位置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亚洲城 这边是中国城 再往里走是medical center 再往里走是正规的 我们看一下它到亚洲城的距离 基本上十几分钟的样子 有不同的路线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到中国城 差不多26至分钟左右 这个样子也有不同的路线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到 医学中心差不多35分钟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是很方便的 现在我们再在大地图上来看一下 它的地理位置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是我们看的小区 这个地方是南Kitty和北Kitty 这边是Cypress 然后再往下走 这是唐城 然后看到它到各个地区 然后这个小区往上面走 就是往Kitty走 然后再往上走 就往Cypress走 再往下走 就往唐城走 然后再往东边走 就直接到市中心 就这么一个位置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